這個範例的話是CH05 這邊有個叫做RadioButton 那鍵的方式的話我想就是跟前面一樣 大概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你先鍵一個 這邊新鍵 新鍵一個Android Application 裡面的話呢大概我剛剛之前講過就第一個 可以直接在這邊打一個CH05 然後 底線好了 這個Log2 RadioButton 你就打一個Radio OK RadioButton 然後這邊的話呢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一定要改 就是點ComExample這部分 你後面的部分就是把它改成 比如說 改個IT好了 打個IT好了 然後 版本部分的話呢 4.2 我這邊的話改成 我先用2.33好了 因為這一台可能跑得不太 速度 不夠 所以我用2.33的 這邊Simi先暫時用None OK那其他的話就下一步 下一步 然後 最後就完成 那 它會自動幫我們建議一個 Activity 有沒有 就叫MainActivity 當然如果你將來這個名稱 不要叫MainActivity 叫別的也可以啦 另外的話 它會幫我們加一個Layout 這個Layout就是我們那個 主畫面 OK 然後 然後 下一步完成 完成之後的話 這個專案就建立起來 那建立起來之後呢 其實將來 我們在RUN的時候 它會自動已經幫我們把那個 這個MainActivity 先叫出來 就是ActivityMain 那基本上 各位可以順便看一下 它自動幫我建立在SRC裡面的 這一個 MainActivity 其實就是我剛剛一直強調的 它就是一個 怎麼講 一個畫面的主控 主控的控制器就是 是它 那它的名稱一定叫什麼 MainActivity 有沒有 它Extence Activity 那它做了哪些事情呢 基本上 為什麼可以把這個View叫出來 其實就是在這裡 當它 這個Uncreate Uncreate就是生命週期裡面 它被載入的時候 然後它做什麼事情呢 它set theContentView 其實我們那個View有沒有 會被叫出來是因為這一行 所以你這一行 假如沒有RUN起來的話 那你的View就會RUN不起來 set theContentView有沒有 那它會RUN什麼呢 R.L 點什麼呢 ActivityMain 實際上就哪一個呢 實際上就是這一個嘛 對不對 就是把它叫出來而已啦 所以它的流程一定是 先把 如果各位以前有寫過那個 CE或者是 Java 或者是VB 或Basic 一定會有個Man 就是 算是什麼 城市的進入點 那其實城市的進入點 在AndroidApp裡面 城市的進入點 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Activity裡面的什麼 Uncreate 所以如果說你這個城市裡面 沒有Uncreate這個方法的話 就沒有 一定跑不起來 第二個是當Uncreate裡面 一定會什麼 Set theContentView 把這個View叫出來 所以特別注意前面 好像有同學寫的地方 都 都寫錯位置了 如果你寫在SetContentView上面的話 那完了 因為他View都還沒起來 然後你去連結 什麼Button 連結 因為你的View都沒起來 你上面怎麼 怎麼去放那個 什麼TestView 或Button 所以我們寫的地方 通常都會 第一個是宣告元件在上面 2跟3是寫在什麼 特別主要是SetContentView 這一行的下面 OK 另外呢 如果各位要了解那個Activity 的話 其實 不用去找出啦 其實這邊就有了 你游標放上去 Activity有沒有 它就會出現相關說明 它是To be used with context 我剛剛講過啦 Context 其實你可以乾脆叫做什麼Control 就是叫做UI controller 或者什麼東西 它實際上就是意思就是這樣 那裡面的話呢 它還有更多 你游標放在這個說明上方 把這個拉開一點點 其實它會有一個很 很明確的一個 算是生命週期 的一個圖 就在這裡 就是說呢 我們這個App 它的run的流程 基本上就是第一個 你的Activity 被launch 被執行的 他一定會先執行哪一個 Uncreate 對不對 然後呢 再來就是下一個方法 就是 Unstart Unresume 然後這個時候你的 你的App就run 就是Activity running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不小心按一下 按下back鍵 有沒有那個 我們那個手機上有一個那個back 對不對 那back的時候會觸發哪些方法 unpause unstop 那最後 什麼時候從記憶體清除呢 就是 undestroy 最後的話呢 這個Activity 就shutdown OK 它生命週期大概是這樣子 如果你又讓它還原有沒有 比如說我又按 按紅鍵長按 再把它呼叫起來 有沒有 有時候或者是它 躲在背後 它沒有被清 從記憶體清除的話 那你可以再回來 它就是 會再回到這個地方 Unrestart 那就start起來 不會觸發uncreate 不過它會再回來這邊 這個就是它的一個生命週期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建立這個專案 那專案名稱我取叫做CH05的Radio Button 那再來就是你把它打開之後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我們前面比較少講到這個 開起來的專案裡面到底它幫我們做哪些事情 那基本上就是 這個是主畫面 那它怎麼被載進來 就是由它去載進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這個地方稍微了解一下 游標放上去了解它的生命週期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